好,歡迎新生今晚的動脈無雙人,我們主持樹齡 是 皮人姐 MK3 亂入的Alex 老告的LCO 亂入的這把 沒錯,今天要說的是 CC還是CG GC 不是Cookie,是Guilty關 沒錯 真是Guilty 一開始就聲勢很高,原話又漂亮 原話漂亮,厲害 沒有,是大爭 女角有,這個,看頭 你搞什麼,好脫離 女角不算有看頭 你那件衣服 那是假洗員 哪個怪人 他在說阿花澤 阿花澤 目標不應該是小瘡 沒有小瘡 在旁邊的無限權 故事通路,我們之前也說過 跟這個Cook Gears 是有少少少相似之處 那些爛法都一樣 甚至有個之無不及 證明人是會進步的 其實是指定裝 故事裡面,他是說 是以朋友為武器 做一個奮戰的工具 就是拿朋友去死 那些是man is weapon 嗯 其實之前我也說過 無論是雜 或者是小瘡 或者是癌 或者是癌 這三個人都是傻的 這三個人是正常的 癌 就是癌 我們之前說過的一個問題 他之後有解釋的 就是說 人家的心有什麼武器 你真的馬上知道 然後他說 我原來是他的特殊能力 不是 好像是說 只要患了精髮病 之後就會看到 總之是他的特殊能力 因為他患了病 對嗎 不是 那個病是之前他老爸 他老爸 對 做他的宗師 做實驗的 他偶然得到回來 但是 他沒有心覺 為什麼他可以一眼看一看 他人家的虛空 這個最終是解釋不到 我們第三集說 他一開始就好像 玩到老修那種的招式 就是說 一出來之後說 三二一 然後他看了 我們之前老爸 我知道就是中二 我就知道他什麼時候中二完 他已經是中二之魔幻 他已經是 最終回到來 其實我們都說過 無緣無故有 主學校的 又要整個學校線出來 學馬谷 Gears 那個壞事 明明是沒有這個需要 都硬要整個學校線出來 他有個學校線很快結束 很短 一聲就被人出賣了 最大問題 學校線不是 然後把校園弄出來 最大問題是 他跳來跳去 由主線 主線又跳回學校 學校又跳回主線 主線又跳回學校 應該這樣說 所謂裡面提過 一兩次的白細胞也好 這些是其中是 在學校上最划算的問題 我有花生 我超強 但是虛格 他是本身 卡卡的 他是想 他不可以定義為卡卡 他是神經病 他喜歡吃花生 和卡卡的 是兩種事 傻的 很有自衛的 他的目的不是 神經病 可以很有自衛 你都可以 是 但是傻的 真的沒有得救 傻的 傻的 他之後說了 為了看 《大王》 這個之後才說 最終阿習 其實 阿習最終加入了《倉儀社》 然後在《倉儀社》 繼續發揮他的中意本色 一開始是廢協先的 一開始是妒忌 因為他看到 《倉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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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阿牙是十分眾深 挺重 所以他就不拘捕了 他說 究竟我又有能力 我又有超強 為什麼 為何我對阿牙 他知名自己 被邀請進來 但又好像對他 又不靈不霉 這些完全是毒什麼呢,在酒吧拿著杯子, 我又有錢,我又有什麼,為什麼我沒有女兒呢, 然後在那裡指定人騙錢的那些, 然後被人打算頭上警署的那些。 然後就好像剛才有說過一句話, 又跟著整晚跟著進房間,又不知道做了什麼。 輸血。 然後又在那裡網上,他自己就說, 為什麼喊這麼多好處,為什麼我一點都沒有。 那人家喊英俊,那怎麼辦呢,喊英俊? 其實他那時候開始已經是黑化的了。 黑化? 阿習,他之後也開始追求其他女兒了。 這句話就這樣說了, 跟著他們跟互動, 因為要訓練他, 基本上阿習是完全沒有剪刀能力的。 不知為何是普通的學生, 每次抽完虛空,抽完武法出來之後, 他的智能力就會異常提高, 是一些完全跟身體能力沒有關係的。 好像衛攻侍郎投影那樣, 投影了人家的能力。 不知道。 那時候就要訓練他, 不用虛空的時候都可以單騎突出火力。 但是那一集就立即打臉了, 我用虛空來打你。 其實他說你訓練他, 然後他說, 我這樣相信, 而且在22集裡面, 他都告訴我, 莊兒社裡面, 沒有一個人有能力, 在機械人面前走, 是幾乎不死的。 所以他能夠不死, 是已經訓練成功了。 我開騰禮說, 這樣訓練的話, 都很黑色。 但是最終我說, 你們擺明是想試他一鑊的。 在莊兒社裡面, 除了有樣的那兩件, 那兩件雜質之外, 跟其他人, 哪一個有試過, 真的被槍對著, 哪一個可以避到, 沒有人避到的, 全部都是要死的。 這個不是訓練來的, 我覺得。 而且他訓練很奇怪, 他的目的是不用虛空能夠戰鬥, 最後他最後用了虛空給你合格。 沒有問題。 對, 原本是考試來的, 誰知道我拿了一張股票出來, 原來沒問題, 原來我作弊沒問題, 那為什麼現在開始作弊? 一開始叫你不要用虛空, 這個設定是用線來的, 目的就是要你發現這個規則是線來的。 嘩, 好辛苦你。 果然是恐怖分之要靈活變中。 嘩, 你當他是突然之間那些突發情況, 阿妹走了, 那個人進來, 就被他用咯。 就是叫你不要這樣聽話咯。 然後發生事件, 好像是阿癌那邊的, 一個滋暴的東西被人毀滅了, 給白細胞。 不是, 好像我說, 物資寶級。 有飛機過去, 然後被人天降雷劈死了而已。 物資寶級, 接收物資寶級的時候, 被白細胞劈死了。 對, 給白細胞劈死了, 然後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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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要開始殺行其他作戰。 要先把白細胞劈死了。 對, 然後在頭的一個部分裏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說, 我覺得是很討厭的。 你明知道, 這個人又喜歡的了, 每一次都是的, 然後就說, 你不要參加咯。 但是, 最好東西就是捱的, 還是作戰, 就是以他為中心。 作戰, 我們今次的中心就是, 阿習, 你直接衝過去, 完。 阿習, 我爬底了。 那沒辦法, 各人繼續跟著自己的進行, 然後就說, 如何進行? 他做中心。 其他人都好像完全沒有問題, 我跟阿習的嫌好說, 為何你們要出去送死? 他扯你出來而已, 不是他批你出來。 然後最搞笑的就是, 因為我信任, 因為我上課, 然後我就說, 你們有沒有聽事? 明明的作戰是說, 我才是主局, 但是, 我不參加, 你們這樣都沒有問題。 其實捱的作戰, 他旁邊的小側, 其實就是用來打動閘的心, 他預了閘會流體。 或是, 這集是傲嬌, 然後呢, 現在捱的方式, 他在打動閘會流體, 他在打動閘會流體, 不是啊, 你明不明白的, 阿捱, 和阿珠淑, 阿珠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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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回來了, 但中途也死了, 一部分人了, 第二次, 再來之後, 那些大隻海龊有��, 你們不會去哪些問題? 你們會死嗎? 我以為人多, 我也不知道, 根本上, 葬而石的架構, 好像是很少人, 但是為什麼那些兵從哪裏迫在那裏, 那些兵從哪裏呢? 工廠生產的, 多點字就有了, 上面有否則的, 講回打白細胞那集,那集他打,我記得好像奪取那個,要救回一個困住的人, 不,打白細胞那集是第六集,但是他去救阿Kenji那集是第四集,為了想拿他的能力去打白細胞。 第二次是白細胞反擊之後,最終是用阿艾的武法,一槍就射爆。 不是,不是,是阿Kenji和Ino Lee的虛空盒,一起砲砲射爆。 那一幕很帥,好像最終會,但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虛空可以融合的,你完全沒有說過。 他都沒有說不行啊。 你真厲害啊。 而這次的這樣叫做合體式的武法,其實是第一次的。 基本上這個合體式的武法就是給他,我喜歡寫什麼武器就是什麼武器,我喜歡什麼能力,什麼能力。 最終回鋪路,全部融合一齊。 不是,是阿澤,只有阿澤用了一次,而之後阿艾,到他有武法之後呢, 他心裡是把所有人的集合在一起的,他的確是。 不是,阿澤自己都在後面打,那個外星人的時候有用的, 不知哪裡來的那個波動炮,我都不知道那個東西虛空哪裡來的。 有解釋說原來那顆元氣彈是來自他的虛空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說過。 我們不要理之後的劇情,這些之後很麻煩的劇情,我覺得已經是。 慢慢說。 然後最終就解決了那件事件,然後他們又回到這個學校的學生。 哇,真的。 不是呀,你剛剛打完衛星下來,老實說。 打衛星那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會知道有那支筆的? 那支筆可以有雷蛇,可以照到白細胞的,我記得有這樣的東西。 那支筆就是因為阿虛介給了那支筆的技術。 首先,鞋怎麼知道有支筆,第二,怎麼知道筆的功能。 為什麼這支筆可以有一個雷蛇,好像GPRS那樣的物體存在。 這支筆非常厲害。 我可以回答到你,間點。 你很強,沒解釋。 沒有解釋的。 所有阿虛的計策是沒有解釋的。 他說是就是了,他的計策是。 最慘就是虛介,他那些交換條件就是不再觸摘。 他說虛介很乖乖地答應了這個條件。 之後真的沒有觸摘他的。 人類恐怖分子來的。 然後回到他其實是有同學,知道他被人抓住了一次。 然後回到他之後,公奉院會長出來說,不要相信這些留言。 好像很有領導力。 之後大家都會上去Kai了。 當然不要理自己,暫時他好像很有能力一樣。 開始公奉院線都會開始的。 然後就講一下阿鞋,上遊艇。 扣女報。 美南街。 在天花之下跳舞。 我覺得這個位置,我真的很有記事感。 就是老修當年去富士山見到。 藤原。 藤原當家那一刻。 也是這樣。 藤原見到他之後,說。 我信你了。 我信你了。 喂,你真是Kai了。 藤原當時有解釋。 Pofius那邊有解釋的。 這個位置,原來你也是那個男人的兒子。 但是一樣的。 他還未知道這個位置。 他在船上那一刻是不知道。 在船上那一刻。 在船上之後,他說。 我查完你的資料。 就是你之前信我,你不知道。 其實你是為信我而信我。 就是你覺得我英俊了。 OK。 好。 而且敵方那一個。 敵方那一個軍官也是Kai的。 用一個不知道什麼. 海中鬥。 地對空導彈。 打呀? 就可以打到船上啦。 很厲害的啊。 這些完全是德軍二戰的時候,火空炮彈彈的龍尾二戰術打倒啊 當然虛空那一刻就是問公共院會長究竟虛空是甚麼防禦能力,他那個也是完全防禦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見到其實會長已經塌了 擺明是,美南計 一半的那一集未播廣告以前已經不存在 那一幕是見到第一下已經電死了 然後醒來後是一個故意鋪上夜景的房間 突然間側身地看一看,簡直殺死他 全都倒了 這是拐騙無知少女的手段 所以可能他爺爺也是這樣 拐騙無知無法 對爺爺也有效,追不上 其實這一段稍為好一點,就是講回阿谷沉要照顧他 小弟 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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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是可以的 前期阿雜最有型那一集 最有型那一集 很有勇氣說我要幫你帶走小弟 那一集很帥 那一集很帥 不過那一集很帥 那一集很帥 那一集最終想救小弟 最終是因為這樣害死小弟 因為去了這個設施 而他們要去襲擊這個設施 因為這樣令到小弟間接收了治療 然後開始蒸化 其實我覺得那個位置做了幾件事就是他小弟 不想再拖累一下 應該說其實收了很多副意 很多時候就算肯照顧你 心裏面可能都是有一絲 突然有個想法閃過 但他就偏偏得到這些意思 即是如果你沒有了就沒有了 即是為什麼我要這樣照顧你 我也很辛苦 他收了很多這些訊息 令到他很想去沉 以我了斷了他 可以這樣說 那一個最諷刺就是 集用他哥哥的武法去剪斷他自己的弟弟的生命 我覺得不諷刺 我覺得是很… 你可以說是一個解脫 其實應該… 那個哥哥的解脫 應該是哥哥和弟弟的解脫 始終就是阿谷沉 其實是不停牽引著他 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因為這個 無論他賣毒品也好 賣什麼都好 即是他自己也有很大的壓力 其實其實他也不想這樣做 但他只是為了他的弟弟 所以這就是 剪斷其實就是 代表他弟弟的關係 代表他弟弟的關係 即是解放他自己出來 可以是 其實這個是唯一一個比較有意義的武法 我覺得是 其他的武法沒有解釋 其他的武法沒有解釋 即是 那個功用性 你也看到最後他也是狂用的 其實阿習都用剪刀的持續 因為其實實際他的武器團 我不可以說後供 武器團裡面 最有戰鬥力就是這把 如果沒有 而計完的話 他最有戰鬥力就是這把 但他把剪刀 我看他斬這個 當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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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明白剪刀中間的刀鋒應該是裡面 但他拿外面 請不要考究武法的設定 我不會考究 他剪刀中間的 其實是 剪刀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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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件事件 就是因為阿習覺得 他很害怕用武法 這件事 因為會害死人 但我覺得 好像之前他應該也是殺了人 其實 他的剪刀中間的 當年沒有直接殺 他全部都因為大火力之下 不小心 那些人爆中 因為他殺之前的人 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感覺 即是沒有關係到他身邊的人 還有 習本身 實際上他沒有直接殺人 他如果拿刀斬的 就是機械 那些機械是遠距操作的 可以剪刀 他也不知道對方生死 第二 反射那次 就是射槍那個不是他 他也可以某程度上 鑿接殺人 他沒有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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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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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當然 因為他對武法的恐懼 令狀而死 又死了一批人 狀而死 又在這個時候發動活動 對 他退了 然後 他真的走了 林鎮退縮 就走了 走了回去他的秘密基地 雖然這裡不秘密 但是 空階都知道 空階都知道 空階都知道的秘密基地 不是啊 後宮才知道 得到紅眼知己 得到紅眼知己 你當然沒有看第一批 第一批是被人查過的 這是另一件事 因為白後宮在那裡 然後 阿濟出現 安慰他 可以叫做 然後他又想變成人渣 然後他又逃避 又看到狀而死的人 然後又說 糟了 我們死了這麼多人 就老實說 被誰都會扭 其實我覺得他是害怕 他本身因為那件事 怕接觸人 可以這樣說 有那個能力 其實他應該說他不想再用 可以這樣說 他覺得這個能力 也是說一句 不小心 雖然他的不小心 其實我覺得是喊善 這個不小心 是喊善 這個不小心 擺明是想給他 其實已經是 他那個恐懼就是 他不知道 拿了一些虛空出來 會不會害死 因為去到現時 那個事件 所發生的任何事 都不是他想的 他只是被人迫 他只會被人迫 他只會被人迫上梁山 他經常認為自己是 所以他就說 我逃避都很合理 我逃避都 都不是我的事 然後 剛才就說 什麼人渣 然後 他就說 安慰他 然後他就說 可以了 你安慰我的話 他就說 你想我吧 哈哈哈哈 然後我想怎樣 他人拒絕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被人迫了 收他人卡 然後被人迫了 然後就 大概是第十集的位置 看到那個故事裡面 就是 阿澤那個人 其實是非常被動 是很典型的那種 人的主角 我覺得 受到一點措折 就立刻 不可以再面對 熟悉 好像剛才這樣 我忘了 誰說 翔哥的理論 其實很誠狂 他說 我又不是做不到 但是你不做 他很羨慕 那種缺斷力 那種勇氣 那種勇氣 但是他又沒有付出過任何的努力 他就想有這種人氣 其實我覺得 根本上他真的是一個賊 他真的是 嗯 最終接著 其實第十集 開始就立刻一個大的故事 就是 真名的事件 Lost Christmas 真名的事件 就是 開始帶出了那個 主線 主線 主線的故事 我覺得 那個位置都來得突然 主線 因為他好像開始 完全沒有什麼偏 沒有 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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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y 你們陪伴一起去死吧 救我的女兒 他們又覺得沒問題的 最好是Suga被他剪死了自己的弟弟 然後他又照答應 谷沉離其實現在是異樣的 其實他們應該未和解 另外一個是無論會長 公共演會長也好 風太 阿仔 阿仔也算了 阿仔擺明是倒貼的 這個也算了 其他人說我有這個能力 我先說有這個能力 那沒問題 就是告訴你我有能力 我超強 這個問題也不算太大 然後他說 我要救藏儀者的人 然後他說 我沒有份子力 他說 你們想清楚 恐怖 會長還可以因為爺爺已經搭到沉船 還有要救癌的嘛 所以就沒有關係 他不知道癌在那裡的 莊儀者是癌的 所以他救藏儀者就對了 也可以的 也可以這樣理解 當然大家是無視了 其實要怎樣的情況才會蒸發 你看到那些人是被電話線一線的 就突然開始蒸發了 然後他們還要去那麽近的地方 但那五個人是完全沒有蒸發的 是沒有蒸發的 是沒有蒸發的 那時候沒有蒸發的 是主要群來的嘛 怎會呢 但是你不能跟他說 我們是主要群身 不可能的嘛 大家心裡明白 雖然是很有危險的了 但是你們願不願跟我一起 我真的很想鞠沉問他 跟你友親 除了跟你友親或者是道貼那件之外 我真的想到其他人有什麼理由去送死 好朋友 是朋友 友情是偉大的事 他不是剛剛用一個主題 也用朋友的武器嗎 因為之前的狀言社 是說公佈要跟政府對立的 他不妥政府 他們有沒有選擇過 他不知道 他是學生 這個 這是我猜的 拿婆明心想朋友是要來出賣 變成用的 他反而是拿來做 因為當然要哄你落答的 其實他的隱身意是什麽呢 我一個人就救不了 不過在你們那裏抽武器 我就可以救 其實抽完武器 你們會發覺 抽完武器 因為那個個案子 阿習的能力都還未去進化 他們是暈倒的 即是你們不擔保你 我就不擔保你 有什麽事 不過我又救了 你們有沒有問題 你想三層 你便會發覺 這個所謂的請求 是非常之沒有道理的 其實如果 他請求的時候 他都沒有覺得 人家會答應 但他們竟然答應了 如果改了請求方法 就是說 我現在要阻止這個蒸發 我要你們的力量 那我都更合理 因為要死的 反正蒸發就衝出來了 那都更合理 現在說 你要救我 我要救女兒 所以你來陪我 那原始理由是非常之一 但你說出來的理由是不合理 因為本身就是 因為本身就是 他跟他們是沒有什麼交接 其實是 也不是很熟 你說 風太太太 還說 我都喜歡她 這個 我唯一的理由 但是 習廣說 我要救女兒 就是 他說 你女兒不喜歡我 我救你 這個很大問題 總之當是救過10班同學 當然是經驗 其實見到這輛車都反了 我想問這輛車是怎麼來的 有問題 龔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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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 有錢 發火開後 連他人電腦都兌射了 用個人的流力 充了直陣 然後上了天台 然後阿奇 用歌聲就反了 正化 那位 中和 那位 首先 完全沒有解釋為何 歌聲中和很正化 我沒有說 對 到劇尾都沒有說 可以自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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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歌越來越強,當歌手就是不錯了 還有為什麼英滿春夏呢? 他唱歌之前是要設定一個計劃的 但是那個計劃,他又沒有說是怎樣用 又有什麼用,他沒有說過 他只是說我設定完,可以了,唱吧 他有沒有開喇叭? 那是抗音器來的 你當麥克風吧,你這個真的有 那是抗音器按一粒,但他們說要拌麥克風 快點快點快,一個喇叭開很久嗎? 這個世界從來是 要讓世界聽到的 日本而已,東京而已 也是 接著我們一個米芝集團出現 外星人 絕對是外星人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外星人 他沒有說過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什麼 就是米芝集團 你說過是神的代言人類的 不是,他說這個組織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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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已經有了 又要說過解釋 遠到我們都不知道多遠的時候 這個組織就已經出現了 這樣 有好像是代表意志 代表集團這個 你當是 米芝意志 OK的 可以 因為這樣就截了阿澤虎 然後阿澤就救不了女兒 是 但是幾次被人接壺才可以 掛掛眼狀 一早已經接到他的壺了 當然他視阿澤是一個 後選人 是一個真命的後選人 所以就 我們就看到後面 那裡就說 你的能力還沒成就 所以我放過你 好像認大魔王那些 就說我這次放過你 你下次陰著 你電腦太低了 我沒有興趣收拾你 練好些等級 其實這個位置 突然之間爆了很多計劃出來 阿京都很散 然後京都說 你們想自負 其實我想自負 多一點 這個 其實第一季那個計劃 其實很不合理 在看第二季 那個外星人 我叫外星人 他說想幫 敬道的原因 是因為 要找阿當 沒錯 但擺明第一季 就是敬道 自己想當阿當 但是敬道 就不是他自己選中的人 那為什麼你要幫他 第一季那個位置 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看第二季解釋 如果他做了阿當 本來的阿當 他當然要找來堆壞他 所以找到 但第一季已經說了 夏威夷已經選了阿當 不是 他第一季還沒說到 他說他做阿當 他是首先要換成夏娃 那他不換成 然後再 等夏娃再選 但是他已經 他在那一季已經做了 結婚儀式那樣的 拿了戒指出來 你懂 當然我不知道 為什麼 為何變成了女生 第一季是不合理的 第一季是對比 如果第二季解釋的話 第一季的故事就是 一個 一個生女的故事 你先看看誰 你先叫我摘壞 阿挨阿挨 阿挨 他就說 我正在叫壞 我差點硬 我就解釋了 然後說 然後說 我熟悉了 可以搶這麼多 這樣 沒辦法 當然 阿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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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挨阿挨阿挨 阿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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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是你先走我摘阿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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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中了招,然後阿亞蛇犧牲,送了她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經道應該是認識她的,但好像不太認識她 經道後期擺明是兩父子,然後前期好像完全不認識她 無論阿習和阿艾記,他應該有一定了解,但我覺得他好像在那個位置,好像完全不認識她 即是人,但在故事最終故事,阿習和阿艾的資料應該都知道了,因為他們是甚麼人 甚麼關係,但他完全沒有提過 又沒有提過,我還不太記得那一集,因為那一集的東西很模糊 明顯第二季的結局是第一季做完之後才寫出來 他好像用武法還是什麼 然後阿習就無端端覺醒了武法,扯完武法出來,那個人不會暈倒 就拿了阿艾的武法來拿槍,用甚麼用 然後他經常是武化了槍出來 他叫阿習快點回想這一切,之前你和Mana那一堆回憶 然後阿習的第二種的魂絲能力才能覺醒到 他抽他的虛空又不暈 但其實有甚麼關係呢 如果虛空的能力原本在阿習身上就說覺醒 即是說跟他的記憶有關 不關你的事,你都是打進去的 你的基因那些東西都是 跟他的記憶是 我覺得那個合理性是沒有 即是你說如果那兩樣東西沒有關聯 原本能力存在在你身上的話 你爆屍這樣沒有辦法 即是你的第二階段 你外掛的能力是 他無緣無故這樣說,但之後才會解釋 原來我以前是認識你的 認識他跟他的能力是沒有關係的 他有先說到我要覺醒你 然後就合作 拿那支槍,那支槍是甚麼?我忘了 我記得那支槍是很恐怖 強制抽出虛空 即是例如我叫他有一次 第一槍,他一射射的Enoido 立刻抽出一把劍出來 然後阿習繞一下那個劍 果然是為劇情而存在的武法 他槍不知為何很好神奇 阿曼,他類似玫瑰那些東西 他可以捨得爆 想為劇情而存在的武法 你當是 富家功能 想捨得爆的時候自然捨得爆 我想武法有甚麼用 就甚麼用 我標出來一次 他沒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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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位置不好看的 其實就是 來到之後 然後就是一個死戰形式 然後就是兩個合作 然後就是救回女主角出來 但是 沒有啟力了 我覺得很悶 我覺得 唯一好一點就是 我們有首歌加成一點 就是這麼多 最後艾還要跟夏娃攬炒 我記得 Amana 就是Amana 那時候好像在另一件東西 我記得 那個靈魂之類的物體 好像 驅學 即遠走驅學 然後就叫習俠商 他跟申明一起炒死 遜情 這裏有說 就是他成立狀兒 寫的原因 為什麼我會說 第一季全都為了 然後他就馬上說 我餵他 很簡單 然後他就說 我餵他 讓他知道 之後知道 他就灰灑了 煩了 原來你只是為了救女兒 正常 然後他就說 我是為了救申明 但我不明白 他那個位置 舊的意思 其實還未明白 為什麼殺出去就是舊 沒有說的 是沒有說的 這件事 之後再說 之後再說 他放回到第二季 再說 死戰之後 然後因為東京 被人封住了 不要提供牆 那位移道的場 非常厲害 這是哪個球技 他在哪走出來的 那個牆 他在地上伸出來 還可以向前 全都推倒了 那是櫃子 不是 硬度高 首先 為什麼他在剛剛好 在那個位置 可以圍到牆 怎麼會剛剛好 剛剛圍住了 在那個東京 不是 我是比較想知道 地底到底有什麼 那些鬼道 是怎樣 第三新東京市 他們收買了地鐵公司 在地鐵公司 才是沉著牆 不是 你圍著整個區域 你剛剛好 大哥 你那些樓 在什麼上面 在鬼道上面 不是第三新東京市 不是EFA EFA 我還說他真的有棟東西 最大問題 那牆不是 起完出來 很快 推到中間 還要很慢 還要給點時間 去發展劇情 那牆當然要做什麼 你先不要去牆的科技 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 因為 日本政府就說 就想無視了這次的事件 就想殺了裡面所有人 蓋著這件事件 我去到這裏 我覺得有 他已經想不到 他竟然說 日本政府 在那裏做什麼 什麼 那時候已經不存在 日本政府 不知道什麼 是幾區 第一次提過 不知道什麼組織 24區 就是虛界的組織 其實最划算 最划算 大家都以為 驚動死了 對 我都以為 然後說 沒有村沒有辣 我現在 你什麼時候 踏山掉下去 就會死的錯覺 我都以為他死了 OK的 高樓大壓下去 他不會死的 所以未見書是不會死的 又一次認證了這個問題 變當是可以套的 他走出來說 我現在是一個 日本政府 不是 總之是那個組織的負責人 最高領域組織的人 是當一個日本總統 同一異議的東西 全建這個 當區的電視體 然後 虛界任務 才做局長 他知道什麼超展開 錯 他在那裡說 其實 我不要怎麼做的事 不過我也不喜歡做局長 因為我同一條船 不是因為我做你手下 局長 其實不要理太多下屬的東西就可以了 沒有人用了 已經 然後 因為這樣就封住了 阿習 無論是天王洲 那位學校叫做 總之是學校的人 還有 都離開不了 那個地區的人 全部不能離開 不能離開 有個劇情就是說 那些人去到這麼長的抗議 說我要出去 那些人都被封住了 都被封住了 然後被封住了 然後阿阿阿阿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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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達 祝達 因為這樣 運進去 還有學校 因為狀而死的 所有成員都不知道去哪裡 其實已經沒有了 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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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後面那兩個人都在那裡 有些人去了那裡 有些人是狀而蛇的 不是啊 後來最後反抗的群人 有些人是狀而蛇的 我記得 算是Kenzie 我對 其實在學校那裡 他們就 之前事件那裡 其實已經開始有 叫做精化的現象 那些東西 就是一定要有疫苗 好 這個也是新設定 哇 真是新設定 疫苗? 新排機? 其實 為什麼之前他們可以衝出去呢 原來因為有疫苗 所以他們拿著車可以衝出去 其實 那些事件 那些事件是有說過的 就是之前 本身那個大廊是有說過的 不知道 剛剛晚番 那些事件有說過的 但是 為什麼學生在學校裡面 會有疫苗呢 沒有說過 他有說過 搶 是出完搶 公奉與提供 公奉與提供 不是啊 那些事件 就是說 補給線斷絕了 是說明了 公奉了一部分之後 才斷絕的 補給線 那些事件 我為什麼會說是巴哈薩呢 一個這麼安全的城市 周邊都有子彈 不要緊的 這個城市 雖然是很多病毒 但是周邊都有疫苗 可以去罵 醫院 有醫院 蒸發的個個案 是個個案 不應該有準備這麼多疫苗 應該這些是特殊情況之下 才會 Lost Christmas 過了這麼久 只能說他 因為他是發源來 因為這個是巴哈薩 我出去講 通街都是疫苗 在海底可以撈到 在醫院可以找到 不知道什麼建築物 通街都是 通街都是 戰艦 潛艇 這個不知道會否解釋到 可能國際那些 如果派一些船去 即送疫苗 他知道那個地區有蒸發的時候 他有疫苗 在船上很蒸發 但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我不會稱這些叫疫苗 叫抗制 因為疫苗的定義是 我打了就沒事了 不是的 他說到疫苗 只能控制到 不知道第二階段 第幾階段 但他們開頭 是全部沒有蒸發現象 打燃的話 應該是沒有 即是那些 很搞笑 抗制 很搞笑 醫學的事情來講 疫苗 理論上 將病毒 已經差不多就死 讓你有抗體 讓你有抗體 所以那些 絕對不會是疫苗 應該是抗制 因為抗制 就是抗制 公奉院會長 他就開始 其實看到就是 他沒有領導材料 他的領導材料 原因就是 因為外公奉院 一單是因為家底 一單是因為家底 而且本身是學生會會長 是因為家底 而成為學生會會長 所以所有人 對他 當公奉院的補給事件 斷絕了之後 對所有人來說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 完全沒有任何能力 完全沒有領導能力的人 是一個 一個 一被他在這裏 然後說 沒事的 阿爺一定會救我的 他是這樣說的 每次都是 阿爺一定會救我的 找阿爺出面 潛似現在的香港 如果不是 走出來說兩句的話 那個局面是打破不了 其實開始的時候 其他人都開始 就是默謀自身 怎樣去 可以在這個情況下活命 無論那個 死人眼鏡副會長也好 甚至其他人 開始做一些欺凌行為 其實就 不是 那時候是因為有一段 內來的消息 就說 誰找到狀兒社的人 而帶出去的話 我就可以讓你走 因而就產生了一個 內興 而且 之前 在阿爺 武法那集 有派人來襲擊 這也是加深了恐懼的 那個問題 給他們看 其實 政府 或者其他勢力 已經是不會再幫他們 他們要求生 只有靠自己 所以 都出現這個武法 緊急 都直接 那個後少少的東西 那個後少少的東西 其實不是很幫的 就是 殲滅他們 然後 其實 已經是那個案子 就算 你說到之前 還未開始 開這段戲 無論 Iris 其實他跌了地下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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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他沒有碰到任何人,沒錯,因為他已經不是人了,他這裏有報復筆的,後面有說 可以說在這個段落裏面,學生的反應是很真實的,主題其實就是什麼呢? 其實在這個故事裏面,任何人,沒有一個角色不是自私的,全部都是自私的, 由頭到尾,他們全部都是為自己,無論是為了之前,為了之後,出發之後,他們所有人的出發點都是為自己,他們是沒有想過其他人的 所以整班人都是私鬼來的,整班人都是 不是這些才是聖上,是人性的 到了這個位置,整套東西,黑暗的風格才能出來,之前那些是賀滿樂而已 在這個位置,你要看到所謂的人性的黑暗面才能出來,力強者性的 總之賀滿了一班人,所有的女人,全部都受戀了,我現在完全是一些同仁劇情 所以賀就出來,我要開後功 然後賀就利用他的能力告訴你,沒有人救到你,然後成為學生會會長,臨時的 是領導人,應該這樣說 推舉出來的 因為能力,這個其實已經不是推舉出來的 已經不是推舉出來的,是他想這樣做的 其實是他想這樣做的 但那個情況他也應該要出來的 他也要出來的 唯有他有這樣的能力 唯有他有這樣的能力 他有這樣的能力是這回事 他有這樣的領導能力,沒有這樣的能力,又是另一回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對比的 我們之前學員密士佬 那時候說男主角,他避免 你記得你的名字,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你看到他有那個數字是決定某些東西 但我們在第一季中段到現在為止這麼久 阿薩是完全沒有拿到來,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第一季阿薩是阿薩,林鄭那次說 其實你有這樣的能力,我也是學你的 他就說 對,對,對 其實我也覺得我好想學他 學他 學他些什麼呢 學他老賊 小時候,兩位性格是怎麼轉的 你學到的時候,大了那個東西 他有這樣的能力,即是他這樣說 他那時候還沒說 我有保留的這件事 他們兩個人去玩 什麼叫領導能力 對,對 你當天然突破這樣 前面那人在後面那人在看著他 我想阿薩的意思是 我是想學你 然後才會在不斷學習的情況下 學到你的能力 所以你也應該學到才是 就是這樣 應該說是他因爲習令到他改變 但如果那個領導能力 他是沒有出現的 即是在阿谷沉迫他 這樣善他那一段 根本上他是沒有領導能力 其實他也不想做的 他也是被迫做 環境 被一個環境因素 有時候你相信你有這種能力 他根本上都不需要一個人出來 做這個位置 我們也看到實際上運行的 其實阿薩是限期的事情 很快樂皇帝 是啊可以這麼說 即是真正做事是阿谷沉迫 那時候也很善良的 阿祝達那個人叫什麼 雪姑咪 沒有人記得他叫什麼 雪姑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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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幾個在這裏做事 實際上 即是阿薩只是叫做 沒有問題 力量的象徵 沒有能力的主觀最好就不要管任何事 由他們自己做 搞定 有些人演奏 有些人演奏 學校和革命的Custy 那樣 沒有問題 即如果他硬去幫忙 他會幫到來 力量的象徵 你看到其實整個 是谷沉想去 想阿澤 局面變成某一個局面 而去叫阿澤去做那個局面出來 應該說整個學員那裏都是谷沉在推影的事件 當然你說我不敢定義谷沉的善意還是惡意 定還是深厚沉的 真的定義不了 男輕人我真的有善他 他明知是這樣的情況 最終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根本上是解決不了的 在他講的情況之前應該先講了細詞 因為未去到谷沉 其實有說過的有提過的 是到阿濟死過一刻他才實行這個制度 之前是一直谷沉提議的 是的提議 但阿濟一路有嚴 他不想 他想做一個 有善的王 是應該受所謂喜愛的 有善良的王 他想做的是 因為谷沉經常說以強那些要優先 是因為效率不夠 所以要效率夠就是要靠權力 還有關於疫苗錢 因為他疫苗不夠 他就說要優先給高等級 可以維持戰力 維持戰力 但當時習在覺得人人平等 其實他看到風泰是 不知道D還是E 對他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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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那個能力計算是最實用的 幾乎 不斷開門 不斷開門 他不知道可以開 你一開箱 你一開箱 他用那個能力 我覺得是 他排除了戰鬥力 計算戰鬥力 而且他不是壓習自己用 是他本人使用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記得阿風泰說過 他用的時候沒有壓習的能力那麼厲害 他用自己的能力 因為他自己不懂得怎樣用 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運用得好 可能真的要是本身抽取那個人 黃的力量才會令到 更加發揮當中的作用 但本身他們分級那裏都有說 使用者才用武法的能力 那個級數 所以阿風泰的能力才能去到很低 應該是有這個問題的 當然真的不太清楚 他怎樣為止分了 他沒有說過 總之他說F不是F 他說A不是A 我記得以前之後 那個工具是可以幫他檢查那個武法的能力 但那個工具是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那些東西很神奇 撿回來的 撿回來的 這個真是RPG世界 什麼都撿到 他是打完敵人 真的在敵人身上 不知拿到這樣的東西 對 為什麼敵人會這麼有件 可以檢查到武法的東西 好像殺人一樣 他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情報力 但是明明這件事就是 諸位武法而設 而武法這個細胞只有三個 三個劑量 三個劑量 而你特意弄了這個東西出來 而九百敵人有 這個巧合肯定是 不要來的 不要來的 嚇到這次打步 深謀遠的 到因為阿楓是他們真的害怕 真的會成為這個製造 想提升自己的價值 他們就出去找這個疫苗 然後怕就撞到敵人 然後因為這樣 整包恐慌 阿楓就是要出去救他們 引致了就是阿楓的死亡 你記得第一次帶出了武法破壞之後 是人會死的 會死的 都不留 一直都不知道 他一直都不知道 阿楓沉隱瞞了 因為阿楓沉是親眼看著 阿哈羅是蒸化而死的 是呀 我又覺得 他最後關我難受的 其實不關阿楓沉的事 風沉說他自己坐 其實沒有錯的 你是引致這個原因 但實際上要走的話 真的要駕車 但他說他自己跪了 哭了口的原因 我不叫他整輛車 但不是這個原因 他錯的原因 是因為他自己才出了 他作為一個源頭 但不是因為救輛車 不是因為要整輛車 其實是應該說 他錯應該怪自己 不通知之下出了 所以其實我會說 阿楓沉隱瞞了 因為你自己從沒知道自己做的 所以才傾斥 你明白了 你不是錯這件事 你講錯了 那一集應該是 那麼多的知識中最好看的那集 我覺得我一生死的那一集 是最好看的 而且阿楓的能力太強 一定要退場 是呀 恢復能力 而且他一開始前半集 還是比較和平 三個女生 然後阿楓沉隱瞞 阿楓沉隱瞞 他們三個在衝浪 他們在說一下心事 說為什麼 阿楓會喜歡阿楓的 然後說了 那個溫柔的王 善良的王的故事 直講完已經立了 他本身已經立了FRAG 他已經立了 一早已經是了 他已經說了死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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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死FRAG沒有立過的 他已經說了這些 那次FRAG 讓觀眾有更加深刻的表現 是看到 阿楓沉隱瞞是因為這件事 不是關閘 不是關閘的原因去死 而是真真正力 他是為了去救習 他為了這個社群而死 所以這集 那麼多集 GC裡面是雜誌的歌 不如這樣吧 我覺得 因為那裡的女國盟 好像H那樣 阿山妍死了 所以大家 最好看 那集最好看 人性的光輝 我覺得 其實不理會是人性的光輝 他是 那個角色 對劇情有一個意義在 其他人死 沒有意思 那個死就死 我覺得 阿楓沉死了 他死了之後 對世界那邊沒有改變 對那些角色 其實 阿楓拍的 阿楓又好像沒有什麼 然後說 我真的覺得 我終於死了的情敵 那女孩是我的 我真的有這樣想過 應該說 阿楓的角色鋪牌 比較多 因為他本身有鋪牌過 阿楓 跟阿楓 那個 其實完成成功 還有一個現身 就是有穀沉的事件 因為穀沉的事件 其實叫做什麼呢 就是作為一個領導者 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跟阿楓都說過的 就是 作為一個領導者 需要的是領導才人 不是需要你是對所有人都好 這件事不是你必要的工作 這件事 阿極就是支持阿極 他之前不實行等級制的理由 而當他死了之後 為何他死呢 因為無限等級制 而最真正的顯示 你不要管 到底等級制是正確的 至少他是衍生到這個想法出來 而這件事其實是 在故事裡面是倒楣的 還有最諷刺就是 制就是想他做一個善良的王 但是最後因為制的死 他就做了一個專制 這件事 有諷刺 才會令到 劇情推行的制度 你也可能覺得制度有問題 但是你調回一場理性的想法 就是說 不殺這種制度 可能下一個是其他人 或者更加 可能是 可能是自己的女性 甚至是任何東西 somehouse 所以才要殺人這個制度 那個鋪牌 我都認同是真的 算是GC裡面 是完整的鋪牌 是比較轉得漂亮的鋪牌 當然你說 開始殺人這個等級制之後 當然你看到 阿極突然之間 好像說 很聰仔 是扮形 都是一個故意來的 即是扮形 我也覺得 是一個扮形的鍾意 但是突然推得很快 明明那時還是短袖 立即變成長袖 無緣無故戴著頸巾狂型 還不是喜歡 像一些紗爽根牆一樣 還製造了我不知道什麼地下室 可以在那裏跟其他情說愛 我記得好像有什麼 同意多一點 還有一個花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工 不是 那個像是軟禁多一點 那麼失配 你是越來越成熟了 可以 而那裏的變相 令到其實關係那方面 其實好像關係惡化 開始就已經 分離上 我會令他們說 做得好 因為其實 竹特喵 或者是 寧賴 他們知道 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們都不得不同意 就是因為沒有行這個制度 而阿製就是因為這樣 而國阿賊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很反抗 沒有反對 但是後期他們最後都是反抗制度 放手反抗 當然你好像說 情況變了之後 他們就在想 這個制度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不是 他在那一刻 即使制度有問題 都找不到一個理由出來 一迫阿製的事件出來 你已經沒有聲音出 觀點上他們都不可能反抗 亦都說 因為這樣如故故事 就一定要這樣走 因為爭取不贏的問題 就是一個 當然你說 接著 去到一個挺搞笑的位置 就是 干擾電波開始失效 突然關掉 接著就可以用學校的內聯網 Kina Kwa Lae 等等 然後我會說 最活該就是 接著我們供奉院會長 無緣無故收到阿鞋的電話 我一開始都不知道 是誰人打電話給他 他不知道是跟誰人說話 不是 之前是不是應該有一段 攻陷過東京塔那一段 應該是之前有一段 就是講說 將破壞了武法 是真的會死這件事 鋪出來那一段 接著之後公奉院就 被阿爾朗的襲擊 那一集 應該是這段劇情緯 不要理他 襲擊那一段也算了 武法那一早已經有問題 所以其實都不需要怎樣做 阿澤這條街不知道 要鋪到他就知道 然後其實那個劇情緯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阿公奉院小姐你 那個電話不知道在哪裡來 那個電話 最大的問題是你站在哪邊 他突然出賣肉體 整個性格轉變 除非阿爾叫他這樣做 但是阿爾應該不清楚 這邊的情況 不清楚有一個人在外面 盛心敲那些事情 跟他說了些什麼 他只說了幾句 就是現在的體制究竟是怎樣 其實沒有說過其他事情 然後就無緣無故 聽到有聲音就進來 然後就捉住他 然後就無緣無故吃油他 他那裡好像是說軟禁的 不是軟禁了他 軟禁了他 軟禁了他 但是我又看不到 因為劇情那裡他沒有說 就是最終知道那個電話 是阿爾的電話來的 打給他 是拿些什麼情報 好像又沒有說 什麼都沒有說 然後就無緣無故吃油他 突然間他就給了他一些情報 我就批頭 這麼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搞到 當然是交換嘛 出賣肉體 交換情報 都蠻增加的 在這個情況下 起碼明白他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肉體嘛 他沒有其他東西 沒有其他東西 他沒有了供奉院的支持之後 另外他又沒有了一個權力 沒有權力 你又被人困住了 我們根本都做不到什麼的 在裡面 而其實那個資料最終有沒有用呢 沒有用的 不要理會的 他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為了拿份資料嘛 那沒有啊 不是 基本上 習被人推翻的原因 就是因為供奉院認識完他之後 散播一些料理 散播 把消息傳讓了 其實就要反回那個什麼事 直接上不關供奉院 就是供奉院認識不認識他 那幫人都是打算反他 但是剛好 是一個誘因給他 變成了供奉院石油之後 他變成了Leader 你當他石油完之後 你當成了Leader 他做了自己也很適合 他當成了同聲之後 突然間躺著 他走掉你就在那裡說這些話 變成了你既然沒有一個人可以反倒阿閘的 那就變成他出來做這件事 後來他後來都是找其他人來背叛 可以這麼說背叛阿閘的 因為其實你說到阿閘打電話來 其實在那個時機點上 供奉院是一點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阿閘是怎樣的 我相信他也不知道阿閘死了 不知道的 我肯定在這件事應該沒有怎樣跟他說過這件事 我記得好像有說過 虛空爆了會死的 因為那時候剛剛供奉院是去了體育館的 不是 這件事在虛空 不是 供奉院是不知道 阿閘死了 不知道 但不是 應該會知道的 因為阿閘是很沉的 還沒拿武法之前 那時候那些人已經有交流了 那些人 如果是這樣他打給你 你害怕 投下坑 很為心理質素高 很簡單 其實我沒有死 這樣一句解決了 多簡單 無緣無故死了 但你說其實我沒有死 你收到消息說死了 在這麼劣陣的情況下 情報可以錯 一句說回我沒有死 就行了 很簡單 打電話的東西是誰 其實最機嫌 為什麼牙可以復活 這才是問題 有聲音認到的 你喜歡的人 你打電話隔了一層 哪有這麼容易認到 哪有這麼容易認到 我不理這個問題 我是說他拿了一些資料 那些資料 嚴格來說 最終那些什麼 就算是武法 人的等級 那些其實 那些資料 是對 他反叛是沒有一個實際用途 我出去說 他其實 因為你在裡面的人 不知道 原來他的武法 破壞了之後會死 武法破壞了會死 跟他是什麼武法 是沒有關係的 這麼多雞蛋 你打爆了也是死 我不需要一把雞蛋 或者槍打爆也是死 不需要那些資料 其實我所謂的 他的資料 我去到後面 又不覺得他應用得出來 有這個事情 我想他是提供人的恐慌 他不知道有什麼資料 他會拿出來 他會拿出來 那些四眼人 爽了之後 他就說 這些就是你想要的資料 他公共有指導 要他拿些什麼資料出來 又或者他拿一些不知什麼資料 困他 那我不知道 那一條四眼互掌 然後出道 然後再濫風 他說 我先收了一些 尺寸 先用尺寸 今之後繼續 他也死了 那我們留下一次 還有其他的 齊去討論 那我們下次回來